嗨,大家好,我是小杨 最近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更新视频了 原因就是我被隔离了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商丘市渔城县的 突然爆发了几个病历 往前追溯了14天 正好当时往前14天我肯定在老家呀 因为我老家是商丘的 所以说我来到郑州之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就是派出所和社区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我需要做居家监测 居家监测7天嘛 其实我老家是属于县城的 属于低风点地区 但是为了配合上面工作嘛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回来 突然呢他说 也是上面的可能怕担责任吧 就是从7天变成了14天 其实当时我的这个健康码 2021年8月18号的时候还是绿色的 就是说从低风险地区过来的 由于这期间我没有任何问题嘛 所以说这个14天又变成这个10天了 在这期间我由于没有连续两次 没有做这个核算监测 所以说我的这个健康码变成红色的了 8月23号 其实这一天我就可以出来了 但是健康码红色呢嘛 我也出不去 就给社区反映了一下 然后社区的就联系我给我安排 做一下这个核算检测 今天 昨天做的 今天出来结果了 今天是8月25号 我的这个健康码就变成了绿色 在这期间内 踢了好几台车 全部都是让客户自己去踢的 唉 因为没办法出去嘛 过几天 带有提车的 我就可以去给 给你们去提车去了 因为现在手上还有好几个订单的 都没有提 今天心情比较高兴 就给大家拍个视频 今天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到时候还给你们拍视频 让你们看 希望大家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